传组哥哥火了之后 赵薇也跟着火了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在2011年4月 生下跟黄友龙的女儿 起名小四月 赵薇生孩子那会儿 可真是轰动 贷产照片 登上香港杂志封面 赵薇生下小四月 很少在微博上晒女儿照片 丈夫黄友龙 偶尔会分享小四月的成长照片 大大的眼睛 跟妈妈长得很像 女儿也是很活泼可爱 完全继承了他们的全部优点 所以小四月越来越大 赵薇也在为女儿买些巨房 网友对这个事很感兴趣 分分叫好 有人说赵薇那么有钱 唯独对女儿小四月的打扮 最低调很普通 接地气的模样 母女俩休闲装 看上去很干净清爽 比较朴素 让人看着很顺眼 网友都说 赵薇对女儿的爱很棒 小女孩的打扮也不浮夸 毕竟小孩子的世界 没有太多的名利 有的只是简单和纯真 反观同样嫁入好门的理想 却与赵薇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 存在着鲜明的对比 他们身上有同样的优势 自从王世玲在爸爸去哪儿 这个节目中出现后 也成为了一个网络小红人 再加上爸妈都是明星 小公主就更受关注了 当初参加节目的时候 很多人都喜欢王世玲 但是如今随着不断曝光 这个小孩子遭到了更多的批评 原因无非是她的妈妈李湘 把小小年纪的她 完全打扮成一个贵妇 失去了小孩子应有的统真 对李湘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 网友疯狂吐槽 为此李湘也曾正面回应 不觉得给王世玲的东西有多贵 在她眼里只是一件衣服一个包包 跟所谓名牌完全没有关系 但对于这样的解释 网友也不买账 总觉得孩子还那么小 应该给他们适合年龄的东西 小孩子就该打扮的活泼可爱些 穿着方式可以讲究好的 但是没有必要那么老气 也是近两年来 王世玲每每出现在镜头前 一身服饰确实显得很成熟 服装太有成年人的感觉 也难怪网友批评 反观赵薇的女儿小四月 同样是明星的孩子 经济基础同样丰厚 她的穿着打扮 确实很为她加分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赵薇女儿相比李湘女儿 什么是豪门 什么是爆发红 简直一幕了 什么是豪门 还有什么公司 就来电视 什么是豪门 将价格 什么又到你啦 又到 Ihnen了 什么又到你了 你不说 我到你了 又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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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